這陣子繼續是世界杯的外圍賽 講英格蘭的之前 再提一提大家 何鷹的大型網聚 將會在10月14日 晚上6點開始 7點半開播 講什麼賽事 利物浦對曼聯雙鴻會 現場為大家立刻旁述 你說吸不吸引 記住就是要參加 去Youtube、Facebook 去Facebook Group 找個post 和Youtube的影片 就會教大家如何報名 和參加 之前也說過有好消息 會為18歲以上的人士提供酒水 大家可以興奮一點 另外食物方面 要等大家確定人數 和買了票 食物方面才有個定案 等我的update 希望大家踴躍一點 好 今天講英格蘭 昨天在Facebook Group 都有很多留言和開post 說 英格蘭出三中堅去打立陶宛 收夫基 你玩什麼 結果英格蘭也是小勝 還要憑12馬 看起來非常肉酸 有人說 三中堅對藥隊 怎會攻得入 怎會大炒 這個說法當然是很對 因為立陶宛是主場 他們死守 三中堅 主攻 定必是少 緊一點 是進攻點 所以 不理於主攻 三中堅 但他們即使領先了 憑借12馬 打反擊 但這段時間的反擊 都打得不太好 尤其是我們發現 球去到左右兩邊的時間 其實都是孤立了 就是旁邊的球員 因為那些球員 很多時候都不去幫旁邊那個人 想著旁邊那個人 去了左右兩邊 即使三個圍著他 都好 他都有辦法斬球 或者他都是自己去的 斬球被我中間頂 所以我都不是去幫了 我去禁區裡面 去禁區頂 去需要馬點等 所以這些心態 會令到一些反擊 是會慢了下來 之餘 其實我們都發現 迪利艾利 今天作為一個 超級連結人 反擊AMC 在決定上面 都是頗為緩慢 這件事就不行 做超級連結人 反擊AMC 一定要很快決定 他踢球的慣性 總是想了自己去先 自己遠射 自己扭 自己表現先 做不到 真是無路可行 他才開始 看一下這隊友 選擇比一下波 所以直接就會令到 他的決定力 就慢了 這個就是他慣性上面的問題 當然 風起圍插 英格蘭的表現 大家都很不滿意 不過 我今天在這裡 是為大家提供另一個角度 去看今天的英格蘭 大家試幻想一下 或者都不用幻想 大家回想一下 收夫基 他上一場賽事 是用了什麼陣式 四個進攻點主攻 但是他竟然之間 用史達寧去踢 進攻中場 你聽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更加糟糕 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英格蘭 本土裡 就是沒有進攻中場 球役 嚴格來說就是沒有主攻 AMC 就是說不定他們有反擊AMC 迪利 魏利 或者拉蘭娜 但是真的沒有一個正印的主攻AMC 那你用到史達寧 當然就是傻仔 中的傻仔 所以反過來 如果我問你 你想英格蘭 踢這個是主攻 4231 還是踢三中堅 穩守反擊呢 問題的關鍵 是世界盃的情況裡面 踢世界盃來講 你覺得英格蘭 踢主攻 他能夠撕破什麼球隊呢 我想他可以撕破到 新西蘭的 因為你 不停亂禁明賣明賣 斬些攻球進去 一直就是逼他們 對面那裏自己犯錯 等他們犯錯 等一些弱的球隊犯錯 直到犯錯了 你可以入球 那當然就是永久性 英格蘭在外圍賽裡面 用的套路 那你去到世界盃 是不是還可以呢 那以往的世界盃 英格蘭就是這樣想的 用回就是外圍賽那一招 入到世界盃三十二強的時候 繼續做 結果 一四年 沒搞到 小組賽就出局了 那即使一零年 他們小組的對手一般都好 他們同樣都是老鼠賴貴 那也就是說 英格蘭根本就沒有主攻力 尤其是對上一些 就是有些級數的球隊 在世界盃三十二強裡面 我相信不會有一隊容易應付 也就是說 英格蘭的主攻力 是根本沒有辦法 在真正的世界盃決賽州裡面 做到事情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在這個時間 對著一對立陶宛 也都是無關痛樣的賽事 第二 嘗試一下演練三中堅 就好像摩連奴那樣 對著歐聯的賽事約隊 他作客 同樣都是這樣 試試三中堅來反擊 說不定是可以的 那萬聯當然踢得好些 那但是 英格蘭來說 其實 即使對著立陶宛沒有表現 因為立陶宛死手 但是去到世界盃的決賽州的時候 我相信暫時都沒有什麼人 是會怕英格蘭的了 你要怕都是怕西班牙、怕德國 英格蘭職藥了這麼多年 即使是中型班、克羅地亞 就算是韓國 我都覺得他不會怕英格蘭 如果英格蘭故意縮後的話 他們可能會打算攻一下你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英格蘭就可以來找手反擊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認為英格蘭在未來2018年世界盃的唯一出路 其實你例如去到一個小組裡面 那英格蘭有可能是第一梯隊的總子球隊 那可能對著哥倫比亞 或者智利這些南美的話 其實你縮後他們會攻你的 這些球隊沒什麼紀律的 那應該過到骨的 如果你用這個三中堅找手反擊 那另外對著一些 譬如亞洲球隊 日本、韓國都很流行 就是現在玩互傳互動 你故意縮後 他攻一下你英格蘭 他覺得威威水水的 那所以你又縮後 又有機會了 那另外 非洲球隊其實幾率一向都是差的了 你故意縮後又說不一定有機會 也就是說 其實對任何球隊 你這樣故意縮後 現在都是英格蘭的上上之選來的 所以 來回高速球一定好過老鼠拉貴了 那結果呢 即使昨天英格蘭表現是非常之糟糕 但是起碼見到修夫基 他說不定有這個心態去演練三中堅 就可以在世界表那裡嘗試大派用場 那當然啦 他們防線裏面的球員來說 都還有些沙射 例如今場的賽事 五十四分鐘呢 米高堅尼差一點 就是擺個老鼠自己射自己龍門那樣 那如果 那如果 英格蘭真的 不是很夠中堅的話呢 也都可以嘗試考慮一下 看一個叫做4-3-1-2的 是防守反擊陣式的 那叫做呢 就有三個呢 就是效率型的中場 如果給我選呢 我會選 Henderson、迪亞和飲水哥 千萬不要讓我見到利費、摩亞就OK了 那用三個是防守中場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因為英格蘭本身呢 就是沒有box to box的 氣袋型中場球員的 那所以你擺多一點點中場 幫手上落 說不定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三中堅的話呢 一個派牌 一定有另一個是這個氣袋型的 現在車路士去玩三中堅呢 就由兩個氣袋型box to box去玩的 那這樣英格蘭其實 就不是很做得到的 那所以另一個出路呢 就是4-3-1-2-3個呢 就是效率型中場 或者三個防守中場的人呢 那但是始終呢 你說到穩守反擊呢 其中一個要決呢 就是那個是 超級連結人的級數嘛 那迪利艾利大家見得到呢 一般的 那其實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有另一個人選呢 我是更加信任的 這個是拉蘭那 那這個球員呢 暫時受傷啊 那但是如果等到 下年的是6月 世界杯的時間 拉蘭那是健康的話呢 說不定他可以幫到英格蘭 做到這個角色的 那前面 例如是迪利艾利 搭著克里加尼 或者克里加尼做假狗 給阿福仔去衝一下 那說不定都一個好的 是進攻鐵三角來的 那英格蘭也都可以考慮回 那所以現階段 英格蘭現在呢 所面對的事情呢 就是要改變心態了 那你之前呢 打這個是外圍賽的時候 四個進攻點 明賣明賣 迫一些呢 真是弱到不弱的球隊 業餘球隊這樣呢 是自己犯錯你入球啦 你做得到不要緊要 但去到世界杯面對的 對手完全不同的時候 你改變心態 踢回穩守反擊呢 就是今年 英格蘭的出路來的啦 也都加上講過啦 今年的世界杯是反擊球隊的天下來的 效率型足球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巴西也很有機會可以 掩指到今年的世界杯冠軍 因為巴西都是在踢 穩守反擊嘛 那反過來啦 有些球隊呢 西班牙都可能是要玩無風陣 因為他們可能找不到呢 就是理想的 是支點中風 那另外德國也都有這個問題 完全沒有支點中風的嘛 那昨晚德國呢 也都是嘗試 找這個呢 就是韋娜呢 去做一個支點中風 那都叫做一些 投場的能力的 那但是今天呢 德國隊 他們呢 是用了一個叫做三中堅的陣式 那但是呢 就完全是沒有一些防守的閘 全部呢 就是進攻型的球員 包括就是左邊的 尼萊森尼 和右邊的貝蘭特啦 那主攻來講 這兩個球員我好信任 我覺得這兩個球員 是一個好的陸業球員 但是若果用三中堅去演練的話呢 其實呢 我都計過條數給大家知道啦 三中堅主攻的話 其實你後插入的人手是不夠的嘛 反而24231呢 你是會多些後插入的人手 因為你有overlap的球員 走到兩邊嘛 那所以呢 我會覺得啦 三中堅這件事 對英格蘭就不對德國的 我會建議路維不要再試 真是用回呢 就是四個進攻點去打 那如果啦 你真是發覺自己沒有這個是支點中風 踢不到主攻呢 你轉三中堅都好 一定要用回一些呢 就是理想的閘 還有呢 就是用回一些好的 是速度型前面的球員 不要用這個是偉拿 那就基本上呢 就配搭回那個那個 是戰術 用回對的球員 那樣啦 但是都是始終那句啦 西班牙和德國 在主攻上面 今年都是有所隱憂 那所以呢 反擊球隊呢 就是 很有希望的 所以英格蘭如果你要 是有希望的話呢 就要轉穩手反擊啦 不過話雖說兩頭啊 就是英格蘭他們的基礎實力來講呢 我都是覺得即使玩到最盡 去到八強 那也都是已經超額完成 那大家都要 bear in mind 一件事呢 就是上年英格蘭是出不了16強 而這個2010年呢 他們都是入不了八強的 那對上一次最佳成績就是06年的八強 那去到八強來講呢 都是叫做英格蘭近年一個好的成績啦 那希望呢 八強就是他們的目標啦 好啦 那多謝那麽多位呢 就收看今天的是 蔡侯萍和何鷹消息呢 那如果大家是想看我打機 玩career mode的話呢 應該是今晚啦 因為現階段 現在應該都是在上班 和上學啦 那等大家放下班 放下學 吃完晚飯 大概我認為是八點半 那在那些位置呢 我早一點點八點開始呢 就打破就是Fever先 在一個小時 那之後另一條片呢 就是同一個是日子的直播 大概是九點啊 那至十點的中數呢 就玩career mode 玩這個呢 就是重建AC米蘭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這個時間啦 好啦 那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呢 是想鼓勵小弟也可以看片的 之前 用他youtube 插了廣告進去 你播完他就可以了 那記得離網聚喔 好啦 今天就這樣吧 拜拜